焦菜豬腳 可口冷食小菜 各種好料 擺在市場 好吸引人 但看看價格全部破百元 只能圍著緊條細選 畢竟大台北生活不易 任何開銷都要仔細審查 想不到足跡處最新公布 2024 1到5月 每人每月扣除物價和通膨後的 實質經常性薪資 竟然難得迎來了正成帳 考量物價因素後 其實每人每月實質經常性薪資 只有43156元 年增0.2% 卻是近三年來同期收度轉正 但是這個數字 民眾真的有感嗎 會覺得說政府這些數據 不知道是從哪裡來的 就是好像他們 跟我們是在不同的一個平行時空 薪水永遠跟不上物價上漲 民眾很空虛 但在看向各行各業 更是慘不忍睹 最缺工的住宿餐飲業 去掉獎金加班費 月薪不到3.5萬 而美容美髮服務業也只有35871元 其他項製造 批發和零售業 雖然有4萬水準 也通通低於平均水位 如果你有更好的選擇 你怎麼會去服務業不是嗎 無作美髮 如果說是剛開始起步 其實是差不多的 美髮業其實是彈性度都還滿大 43K領不到已經笑不出來 但更心寒的還在後面 因為另一個統計 台灣2023平均財富 竟然有新台幣985.5萬元 甚至AI加持下 預計2028年薪水超過3000萬的富豪人數 趕快從79萬增加到116萬 成長幅度全球第一 那個差距真的是太大了 然後你看現在隨便 我認識的周遭的朋友 很多人他們都是覺得說 再努力也沒有用了 數據的背後代表貧富差距擴大 同膨壓力持續 可憐老百姓的水深火熱 恐怕只有自己最清楚了 多次才希望黃浮小樓 真的太不到